有请节目主持人赵春 合作商古方红糖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育战》 用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 海伦凯勒眼镜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你拿起手机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育战》的官微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 来 看看我们今天 请到了哪三位老师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严品红 严老师 欢迎严老师 大家的老朋友 来自华一嘉庭的 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了解一下第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听看 严坦 严老师 为什么想要参加节目呢 我要想跟他两个分手 他也不分 要跟他两个结婚的 他也不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我感觉 他不像从前了 我们俩在一起 已经过了十几年了 我们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可以这样说 在这个世上 除了我 没有谁能报应他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林先生55岁 来自成都 吴业 秦女士61岁 来自重庆 退休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您要来的 是吧 大姐 是的 来跟他分手的是吧 是的 认识多久了 我们认识十一年了 我们在一起认识了两三年过后 我们就在一起 因为他的儿子嘛 总之不同意我们俩 我的母亲到国外去了 我就叫他到我的母亲那儿 一直就住到现在了嘛 所以你没结婚也是因为孩子不同意 是吧 不是这样的 主持人 他开始对我挺好的 家务事啊 基本上都是他做 饭也是他做 后来没多久以后 他对我那个态度就不行了 怎么是对你态度不行啊 他就对我凶 他总是猴我 现在饭也不煮 就连碗都不想洗 主持人 他说我猴他 肯定要说嘛 两个人在一起 有很多事 他住得挺不长脑筋的 比如说 那个家里面的东西 我叫他 你不要去洗 还有我的书 我的重要的东西 你不要挪 常常给我弄得不在 不是这样的 主持人 以前呢 我为什么跟他两个在一起呢 就是有一次我出去演出 那个脚崴了 崴了我通知我儿子 儿子都没有来接我 我告诉了他 当时我们才在说 他就来接我了 我觉得我很感动的 现在呢 我就连书页 他都不会来陪我了 这个是有事嘛 我们成为了一个老年团 就是唱歌跳舞的这个 他在书页 我们去演出 演出了回来 我还是去陪着他了 不是 以前呢 我跟他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我比他年龄大嘛 他就从来不叫我老婆 他说这样啊 叫你老婆 把你叫老了 也是叫乖乖啊 叫宝贝啊 现在 他就不叫乖乖了 也不叫宝贝了 反正 那个心思 不知道在谁身上去了 变心了 反正我感觉到有一点变心 现在怎么不叫人乖乖和宝贝了 我还是 常常就说 其实我一点没变 从开头到现在 我们一点没变 我说我们两个结婚吧 这么多年啊 您去过结婚啊 他也不结婚 我说我们到国外去抓一圈 他也不去抓 本来啊 我们这个事情 我的儿子是不同意的 他说老妈 你现在退休了 你应该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 你怎么样 这个我对你好就行了嘛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就是想只要他对我好 我这个人呢 反正以前 我那个老公 我们是经常打架 离得婚 之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呢 所以我觉得 他对我好 我从有些点点滴滴的小事 还有主持人 他当时对我好 现在就不止 常常我一说 他就说我好他好他 你比如说 常常去听朋友的 和朋友一起做事 是吧 投资 谁投资 就他嘛 已经投进去一二十万了 谁的钱 我少他多嘛 有一点嘛 有几千块钱 十几万 二十几万 他几千 他就要有他的 行 算你有你的 怎么了 投资怎么了 现在亏了嘛 亏了我就叫他 不要去投 不要去投 他就不听我的 不是人家的钱嘛 你跟人什么关系啊 我们恋人关系嘛 就是啊 那你管人干嘛呀 这个不是管 这是给他建议 不是 你凭什么 给人建议啊 人家跟你说要结婚 你为啥不结啊 我们两个是说好的 就算要结婚 我们都是以后 我们老了过后 因为我的认为 你什么时候是老了过后 我的认为就是 现在很多人 在谈恋爱的时候 两个相亲相爱的 一旦两个人结婚 这个爱啊 它就松懈下来了 所以说我就说 我们俩好好地相爱 好好好 行 那行 这就假许到您说的有道理 人家说要出国去耍 你为啥不带人去啊 因为我认为国外 没有我们中国好 你好不好 你得去看呢 这个有什么看到 我们中国玩的 还有那些名声古迹 是吧 还有那些 都山川 那你带他去国内哪儿去玩去了 现在没有玩过哪儿 对啊 你是 谈恋爱就是要对人好是吧 不结婚的理由是 结了婚就会松懈 因为我 你现在有没有松懈 因为我叫他除去玩 你现在有没有松懈 我叫他除去玩 他不除去玩嘛 他说那个要花钱 你现在有没有松懈我问你 没有松懈 没松懈为什么 大姐觉得你松懈了呢 我告诉你吧 主持人 我们有一个老年跳舞唱歌的 他就跟那些小姐妹呀 出去唱歌呀 吃饭呀 玩啦 反正现在回家也挺晚的 不是我说他呢 他就不高兴 其实我总觉得自己比他大 其实主持人 任何事情我都让他 我可以这样说 从与他相爱到现在 从来没有说过 在外面 上个十一点钟 他没回来的 正常吗 怎么了呢 所以说他现在就吃飞醋嘛 他说他从来没在外面过夜 我听得懂 我听得懂 他吃飞醋啊 还有这个啊 那你是不是愿意 跟团里的小姐妹吃饭 不愿意跟她吃啊 肯定愿意与她吃饭嘛 那咋跟小姐妹吃 不跟她吃呢 那个是我们排练 演出 我们晚了 我们就在一起吃饭嘛 还有就是我们团里面 一个张老师 别人都八十多岁了 一样他在吃醋 男老师 女老师 男的嘛 不是这样的主持人 他连男的出演吃 不是这样的主持人 张老师啊 是我们元老 那个区域团的团长 现在呢 他就是他的徒弟 人家说八十多了 你还在上场 其实我是为他打抱不平 我是为他说话 那么你出去演出 你就应该让你的徒弟来演出 来锻炼 张老师说我什么 不要脸 说了我一气之下 我就跟那个张老师两个吵 吵了他就很凶的样子 好像要打我的样子 过来就给我两个抢手机 把这些下 怎么打你 从开头到现在 从来没有动过你 行了 听明白了 他们现在说了两件事啊 咱们把它摘清楚啊 一件事是 你觉得 你男朋友对吧 你觉得你男朋友 跟团里的那些小姐妹吃饭 不理你 对吧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是 他不叫吃醋啊 你把那个词用准确 是跟你师父之间有冲突 对吧 他拜了个师父是取 鱼团的团长 师父老上台 你去打抱不平 说你别上了 让我们家这上上吧 结果他不仅不领情 还跟你吵架 就是这样的 这个听明白了 还有别的事吗 后来我一气之下 他这个团我就不参加了 我就参加另外的团 参加另外的团呢 他就说我没有给他面子 我就说是精子总会发光的 我到什么团 人家都喜欢我的演出 还有主持人 他说在这儿啊 常常不给我面子 在外面 比如说我们俩 设你的退休工资 我们在一起生活是吧 他拿出去到处说 他把我养起的 我从来没说过这句话 我只是说 我的工资 每个月 工资卡交给他的 他只要我们两个扳嘴 他就说 你到处说 说你把我养起的 你好多钱把我养起 我说反正我的那个退休工资 是全部拿出来用了 然后我以前跟你两个好的时候 我有几万块钱 添置家里面的东西 都是我添置的 我当时就觉得 他这个人呢 还是挺老实的 所以说我还是 还有 还有常常啊 你说这次这个 张老师这个 他没花人的钱 花了 花了还不能说啊 男人有面子嘛 我们两大事嘛 你花人家钱的时候就 不可能他在外面去宣言 就只能让你花 不能他说是吗 那你这不讲理 其实我也没有怨言 这个不是不讲理 每个月我都拿出来用的 都是交给他去取工资 是是是 取出来大家用 我就不该帮你说话 你接着说吧 这是这个张老师这个事情 张老师张老师 他在我们群里面 他就在骂别人 我就说张老师 现在都快90岁的人了 他是我们的长辈是吧 我们作为晚辈 不管他有什么错 我们都要尊重他嘛 他不 我就抢他手机 抢他手机 他就说我打他 现在他又不让我 去那个取团了嘛 他说如果你去 那我就分手 那你去也去啊 所以说我去了嘛 那就是分手呗 你说我还要去也去 我我去了他就走了 走了我到他家里面 我去劝过他几次 他都没回来 现在因为这个演出的事 闹了点意见和分歧 再加上你觉得他以前 对你没那么好了 所以你想跟他分手 是的 还有他就 还有呢 还有他就说 我现在什么事都不住了嘛 因为这个事情 我曾经跟他说过 我说那个洗衣服是吧 衣服你放在那 你给我说我洗 因为我看不起他洗衣服 还有还有厨房 也是我叫他不要去 他要去 自己要去 还有衣服他背着我洗 那个贴身的衣服和外衣 他都放在一起洗 所以说我就要骂他 所以我说那你洗我就不行了 不是这个 您是真要分手啊 真分啊 也不是 我看他改不改 您要的改什么呀 如果是他像原来一样 你这样对我 也不骂我 也不吵我 我觉得我们两个 还是可以下去的 因为我们那个儿子 是绝对不同意他 每次我回家 儿子就要问一下 反正儿子就想 看我们那个笑谈嘛 实际上我又是 气到我的时候 我真的我就想一走了之 明白了 儿子老希望他们俩不好 所以吵了架回家还不敢说 是吧 怕儿子看笑话是吧 就是 心里挺苦的啊 结不结 只要他回来什么都好说 什么都好说 还去那个团里吗 那个团里面 就是我都跟他说了 你去不去 去不去 那个团里面 去不去 我还是要去团里 你要去团里 他就不回来了嘛 去不去 因为人要讲道义嘛 你去不去 道义重要还是他重要 肯定是他都重要 但是这个道义也很重要嘛 你去不去团里吗 要去 因为团里有很多人 都是我 都是我找去 所以说我要带着他们嘛 行 听明白了 其实的要去 也不是不可以商量 我这个人还是很懂 很懂道理的 我就现在他这么 对我这么凶了 我就有点 你是不是觉得他变心了 就是 没想到这个黄昏恋 还练得一波三折啊 非常的丰富啊 喜欢他不还 肯定喜欢嘛 现在 过去肯定喜欢 过去现在 将来我都喜欢他 哎呀 你说话可真腻呗 那你怎么现在 不叫人小宝贝和小乖乖了呢 以前都叫 是的 我还是在叫他 只能说他 现在他与 他与我有矛盾 所以说他就没有感觉这些 那你叫一个让我们听听 你是怎么叫的 听他 请问乖乖 哎呀 这一叫 今天就乐了 行吧 好吧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丘比特文卷 来来来 我一直不太理解先生所说的 我们不结婚恋爱 就不会让爱情松懈 其实在这个年龄段 特别希望两个人 真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了解 要结婚 因为中老年朋友 婚姻是一个真的 因为我认为这个结婚 离婚啊 只要是铁别是女人 就是离一次 他就伤一次 是不是啊 你们还没结 你就想着要离个伤人家呀 因为其实婚姻是 有法律保障的东西 我们拿到这个证的时候 彼此才会更踏实 而中老年朋友结婚 一定是希望 我们这一程不要再走错了 我们认准了 就要进入婚姻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虽然很甜蜜啊 但是我还是会感觉到 女士的这种危机感 因为她比你年轻 她可能打扮打扮 捣吱捣吱 在这个人群当中 还能混个中年人的样 就是她如果把那个帽子戴上 就像小伙子一样出去 你看 真的 人家都说她 三十九岁 四十岁 真的 其实女士心中是 会有这种危机感的 年龄不重要 彼此的尊重和平等才重要 我也想跟您说啊 大姐 你看您说 哎呀 他都叫我宝宝乖乖 从来不让我干活 从来不让我下厨房 我倒是觉得 做做饭啊 洗衣服啊 照顾一下男人啊 也是一种乐趣 也是让他更能够感到 家庭温暖的 一个有利于我们 良性循环的方法 现在就是我做 你做得有怨气啊 说一千都不要我做 现在我要做了 不 我不是做饭有怨气 现在我做饭 饭做好了 菜做好了 端到她的一个床边 午吃 她就在她的床边 一天就是耍手机 现在还是我做 就还是有怨气 怨气没有怨气 我就是看她平常 这样不顺利 那样不顺利 我就是老感觉 她在外面 是不是有了 下家了 没有这么严重 没有这么严重 这个都叫你不要下厨房 不要下厨房 你要下厨房嘛 来 先生 你要学会感谢人家 人家下厨房 你要感谢 我觉得啊 因为我看不惯她下厨房 那就是你的不对啊 那是一份爱心啊 即便做得不好吃 即便没有收拾干净 你要有鼓励啊 你不是爱她吗 爱她就要支持 她想做的事情 那是一份爱心的表达 就是我觉得你们 其实是非常相亲相爱 甚至说相依为命的一对 谁也离不开谁 那谁也离不开谁的前提下 生活就会平顺 没有矛盾了吗 不会 还是会有一些小问题 对吧 但是你们彼此认准了对方 就要去彼此做出妥协 她心中有危机感 她担心你去团里 有什么年轻漂亮的女士 对你有好感 她有这样的危机 你能不能从这方面下手 去给她更多的信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真的决定在一起 结婚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请走 谢谢 我相信大姐是因为 大哥的宠 所以爱上了大哥 但是呢 大哥现在啊 宠得倒是有余爱不足 并不是说你出去玩 就不爱他了 不是 但是你要顾及到他的感受 比如说 现在大姐提出要跟你结婚 你始终不同意 我不知道理由是什么 但在你不同意的同时呢 你又在跟那些小姐妹们呀 又参加社交活动 太过于频繁 以至于大姐心里 已经不安全感了 而这种不安全就引发了 非常的敏感 就可能怀疑你是不是 又下肩了 你是不是老在外头 太招摇了 所以想阻止你出去 这完全是他的一种 无力的一种表现 而他最无力的表现就是 当众显示自己的地位 就说你呀 都是用我的钱 让你理解为呢 让你很没有面子 不尊重你 但是你反过来去想 大姐这么说的目的何在 越是老年人的婚姻呢 越希望是有一个归属感 不仅仅是需求了 甚至于是精神支柱了 而他想把你当成精神支柱 你不给 你给他只是表面的宠 宝贝呀乖乖呀 没有用了 听不进去了 人家要你的是实际行动 大姐刚才也说了 他并不是说一定不让你去 但是一定要看到你的真心哦 表面宠 那只是一个表面工作而已 但真正的爱 可能不需要那些花招 不需要那些泥撑 需要的就是你的实际行动 把所有的行动都用在真心里 结婚的事尽早提到日生上 好吗 其实我们以前说 男才女貌 那个才是才华的才 貌是美貌的貌 你们之间是女才男貌 财是财富的财 貌是美貌的貌 其实他在你面前 在金钱上是有自卑感的 他觉得你的条件比他好很多 所以他非常建议你在外面说 你把工资卡交给他 而他唯一可以对抗 在财富上 他比你差这么一截的心理感受就是 我有我美貌的优势 我有我 外面很多的朋友 能够对抗你财富上的优势 就是我的这种优势 否则的话 我心里会不平衡 对吧 如果除掉这些美貌 除掉你跟那些所谓异性交往的优势之外 你在他面前有什么优势呢 你不就是年轻的优势吗 所以你要找心理平衡吗 我认为是到了这个年纪 更应该真诚地面对彼此 大姐的态度非常明确 我比你年纪大 我就是担心你 我就想跟你结婚 到这个年纪 幸福的日子其实不多了 想要抓住青春的尾巴 我也觉得没什么 但最关键的是 到这个年纪的人 对于情感应该看得相对于透彻一些 不要再像年轻人一样 你才我才大家才 到这个岁数的时候 以你们这样的状态 在现实生活里先说不容易 也很难得 因为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里 看到在他们那个年龄相遇的时候 还能这么一直守着十几年 就这么走过来 很不容易吗 到这个岁数了 还能为一个男人出头 不容易 还能为他争风吃醋 两个人互相为一点小事 还半个嘴 也不太容易 说明还有热情在 挺好 下面要想继续走下去 或者让你们的家人看到 这段情感 稳定的希望 令你结婚证吧 虽然在你看来 可能不那么重要 对吧 但是领了对大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爱她的话 可以把她领了 因为对她来说 对你的爱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大姐啊 回到那个团里去 别负气 如果她不自觉 你还可以看着她呢 对不对 你这一去不自己把阵地丢了吗 是吧 回去是不是也算给你面子了 哥这样说了 我说你回去 你还要把我守 是吧 你还要把我坚持到 对对对 人家回去 人家回去 你领证人家回去 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行了 你们自己还剩一分钟的时间吗 把各自的最真的话说出来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囊 真情六十秒 事儿宝贝 我就是希望 希望现在我看到你曾经 你的那个笑容 作为我来说 作为我来说 谈爱你是我的天子 我希望你回来 至于这个结婚的这个事情 你说了算 副哥 以前呢 反正我们两个 有没有吵架 就为这些团里面的一些小事 我觉得这样不愉快也不好 反正我可能呢 也有那个不自信的地方 反正是惹你生气的地方 你也多包含 我希望你不要经常吵我 骂我 什么话都不要说了 就是你相信我 我是真心爱你的 回去吧 谢谢你们 结婚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 距离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好了 最后的结局和选择是怎样的呢 请开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见证 宝贝儿 宝贝儿 你嫁给我好吗 我希望你还是 以前那个副歌 放心 放心我们一直 我们一直 走到老 抱抱吧 我看你 恭喜啊 那个领外结婚证 拍个照片给我们 我们也感受一下 你们的幸福 好 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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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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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十一年的恋爱 希望今天 可以画上一个句号 只要他们愿意在一起 只要他们还是幸福的 我相信每个人 都会给他们送上祝福 来了解下一队嘉宾的 基本情绪 各位请看 我们是朋友聚会认识的 聊天觉得挺投缘的 然后就在一起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挺甜蜜的 经常一起出去吃饭看电影 后来我开学 后来我开学了 他也上班了 两个人就开始异地了 现在一个人在广州 一个人在山东 渐渐的他对我好像就没有以前的那种热情了 我本来以为距离不是问题 可是异地久了 好像就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了 如果我愿意为了他去广州 我们可以和好如初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鹏24岁来自山东 无业 女嘉宾小鹏23岁 同样来自山东 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谈恋爱谈了几年了 一年 现在是女生想分手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异地恋会出现很多问题 都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让你不想坚守 就是吧 女生有的时候总是很矫情 所以就希望自己男朋友 能够在身边陪着 但是 他都赔不到 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是异地吗 对 不是 是这个去年年假的时候 就在老家 我两个老家是一个地方的 我们两个有共同的一个朋友 朋友举行了一次聚会 然后就在那认识了 加了一个微信 后来就跟他聊天 然后打电话 约他出来吃饭 然后去逛街唱歌什么的 可能双方都感觉很不错 然后就答应在一起了 但是 但是在一起没多久 他要开学了嘛 然后他就 回学校 对 刚开始的时候都挺好的 就没有想过后来会 这么多问题出现 都有些什么问题啊 说说吧 我现在在实习嘛 每次晚上自己回来 那条路就特别特别黑 虽然他也会在微信上问我 走到哪儿了 在干嘛这样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还是不如在身边的感觉好 然后还有就比如 跟我一起的同事 他们男朋友会中午偶尔去 给他们送个饭什么的 但是我每次就只能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对着手机 我不想要一个放下手机 就从世界里消失的男朋友 好 听明白了 我问问啊 你现在在哪儿生活呀 山东 还在找工作是吧 对 就在老家呗 对不对 对 你这不是马上毕业了吗 我不打算回老家 你现在在 广州 那你去广州好了吗 但是他在山东 他的所有的朋友圈子和关系 所有都在山东 如果他放下一切 为了我去广州 对他的未来发展很不好 我不能这么自私 让他去陪着我 毕竟男人 还是要以事业为主 听明白你姑娘 你化什么意思了吗 明白 啥意思呀 就是他不希望我过去 你仔细想想这段话 什么意思 个木头 你们俩平常交流得好吗 很好 就是手机聊呗 聊得好吗 好 就那样吧 就是手机 每天一台都每天 问你在干吗 吃饭了没 我觉得 真的很无聊这些话 那我不在你身边 那我能做什么 说我只能是通过这个手机 电话给你 就是关心你啊 问你在干吗 还有我 我最近实习 因为快毕业工作了 所以我会经常出去 和一些老板朋友吃饭 他每次给我打电话 就听那电话里有男的声音 他就马上就说 那你去吧 我睡了 但是我更多的是 希望有一个能够说 你今天身体不舒服 就不要去了 或者说你早点回来 我等你这样的话 但是他都没有 就自己生闷气 可是生闷气又解决不了问题 你想怎么解决这问题吧 我今天来到这里 主要就是想听听几位老师 然后 不是 你是什么主意啊 你听他们有什么用 你什么主意啊 你要不要跟这姑娘在一起啊 我很犹豫现在 你们俩都犹豫啊 对 那你们俩来我们这干吗来了 你喜欢她吗 喜欢 喜欢 喜欢她什么 因为我感觉她上心心很足 有种女强人的感觉 她在广州上大学四年 没有就是跟家里要过一分钱 她一直就是通过 课约的时间做兼职啊 挣生活费 因为在我朋友身边 还有这个年龄段 我几乎就见不到这样的人 感觉她这个人 应该挺不错的 大家说现在 像我们这么大的人吧 很多人他还是 干什么事情的话 是自己还是拿不定不了主意的 主要是还得听 跟家里人的意见啊 你能拿主意的 可以啊 你女朋友现在要毕业了 对 人家不想回山东 对 你愿意为她去广州吗 你给个态度啊 那我说了我可以过去 但是我工作已经辞了 她现在又不想让我过去啊 这是为什么呀 人家要过去 你干嘛不让人过去呢 她说如果我过去的话 我一切人脉啊各方面 都没有啊 那你过去呗 所以她不想让我过去 她不想让你过去 你就不过去啊 是我不让她来的 不是你不让她过去是吧 你准备回山东是吧 我也不想回山东 那不就是分手了吗 你这意思就是 那些有很多舍不得 有什么舍不得 没听出来任何一点舍不得呀 你舍不得她什么 你告诉我 就不管身边 会出现什么样的人 但是最后还是觉得 她是最爱我的 就 那你 她都要去广州 你说你不让她去呢 那是为什么呢 我也没有说一定不要你来 我只是跟她说 这么多现实条件摆在面前 我觉得 你考验她的是吧 爱情会被现实打败的 都是些什么现实条件 你摆一摆让我们听听 你不让她去广州 她去广州首先 在那座大城市里真的 什么人脉什么关系都没有 真的我觉得真的很难立足 就是你不相信她的能力呗 是不是这意思啊 因为我在那里已经待了五年 我经历过 我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我不想她再这么受苦过去 这个读书的孩子 你知道什么社会 还怎么过来的你 行 我也不细问了 那你回去呗 不可能 为什么呀 因为广州的发展机会很多 我想 那你这话不就是分手吗 你舍不得什么姑娘你告诉我 你是觉得就是这个男人爱你 对吧 在这个世界上 你可能谈过的恋爱里 你能感受到的男人对你的好 只有这一个男人是对你真好 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不是 在 在一起一年多了 他都从来每天都会跟我说 晚安和早安 而且还坚持了这么久的时间 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 是啊 那就跟他大胆地在一起啊 被什么现实打败了呢 他都没去广州呢 怎么就被现实打败了呢 万一去了我们还有 另外的一些观念上的问题 什么观念上的问题啊 就好像我实习之后 我想去跟一些朋友 就去多认识一些人 他就觉得我现在在实习 就没必要过早地去接触社会 然后就 我去的时候 他就很不开心那种 好吧 二十四岁啊 对 是男子汉吗 是 你拿个章程出来 因为我就是感觉 他现在之前 花费了这个四年多的时间 在读这个医药大学 坚持了那么久 通过跟他聊天了解的话 我感觉也比较辛苦 到最后就是在实习 剩了这么短的时间 他现在选择就是不想去继续再实习 就这么早地就踏入了社会这个圈 因为我感觉你 没必要就是真的在乎这么 这点时间 不是 什么意思呀 我没听懂 还是以后也不想在医院上班 就是就是想 不想干那个那一行 哦 等于学的是医药专业的 毕业之后不太想做这个职业了 是吗 那有什么呀 就不做了呗 他这思想比较破坏保守 就是我问你们的 是你们俩的感情应该怎么办哪 你们俩没一个人谈感情 谈的全是现实啊 工作呀 你们感情怎么办呀 感情是在啊 但是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 现在所说的这些东西 在阻止我们一样 什么东西在阻止你们呀 就我想去找他 他不让我去啊 你去呗 他能把你赶回来啊 他已经说了不想让我去 我就感觉 我在思考 我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啊 他们俩就是不敢在一起 哎呦 这好劲哪 行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说男生离开山东 就会少了人脉 什么都没有从头开始 你们刚刚大学毕业有什么呢 就其实你所担忧那些事情 在我们听起来 完全不是一个二十岁出头 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 应该担心的 因为我经历过很多很多很多 你才二十二岁 你经历过什么 对 就是五年的大学生活 你自己打工赚钱 你感觉 经历了社会中的风风雨雨 是 你是经历了 但那对于整个人生来讲 你才经历了一个开始 但其实我知道是 你此刻的选择 不是爱情 也并不是对他没感情 而是你认为这一份爱情 会成为你个人价值实现的绊脚石 所以你权衡利弊 你想要放弃爱情 只是今天想借助我们的发言 说给他听 在社会中自我价值的体现 固然会给我们成就感 满足感 但归根到底 爱的归宿 才是我们终极的归宿 小伙子实际上也是你的不够强大 而让他在爱情和事业当中 他选择了他自我价值的体现 所以你没有往前推他 他也就停留在了广州 那个感情的原点 谢谢 好 谢谢颜老师 来 曲总 我谈谈我的看法 摆在你们过去这一年当中的感情 不是爱情 是一次美丽的邂逅 短时间内相聚 彼此可能有一种冲动 但马上就异地了 你们没有足够的了解 而这里面我听到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们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 你们在将近一年的一种交流 沟通当中 并没有增进彼此的了解 而是越来距离越远 以至于男孩就根本不理解 为什么你对本专业不感兴趣 他都不知道 而这么关键的自己的兴趣 未来的规划 居然他不知道 你们一年多 你们在聊什么 你们现在不要哭丧着脸 你们并没有一场爱情失败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开始 只不过你们从当中 你们是可以领悟到一些东西的 这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 一定要找到共同的价值观 第二 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多去想方设法的了解对方 慢慢去体会吧 这场邂逅我觉得也很美丽 也值得珍惜 只不过不要彼此抱怨 不要找那些外部的 根本就不相关那些客观条件 来去说 给我们一个分手的理由吧 不用 我们就是没有爱上对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朋友嘛 如果不可以做朋友 那各自有各自的美好就好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邱老师 来 陀老师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件事 干了就不要怕失败 爱了就不要怕分手 我们首先对彼此承认 没有什么是最好的你和最好的我 两个人都是在爱情当中 互相成全 互相成长 成为对方心里最好的那个他而已 所以你不要渴望说 很多爱情一定是要达到你理想的状态 如果不达到你理想的状态 我宁愿不参与 事实上你已经想参与了 所以你没有必要增添那么多所谓的心理负担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那么理想的事 他不让你去你就不敢去 其实因为你也害怕 连朋友都做不成 是吗 我说这年轻人 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连第一把火都不敢点的话 你说你们想招惹爱情干啥 对吧 如果我是你特别喜欢他 想要迈过这个距离 我冲上去我就吻他 然后我为我这一吻 而付出我长足的责任 你们是两个年轻人 应该有能够充分燃烧青春的勇气 你说你经历了很多人生 拉倒吧 你才这么大年纪 你可能比同龄人经历的稍微多一点点 但是有经历并不代表 你就要在将来的生活当中 因为害怕承担风险 而不继续燃烧自己 如果你们今天不愿意尝试 就不要互相招惹彼此 两人散个干净 要在一起你们就要好好的抬 好不好 有一个人说 当一个男人见到一个女人的时候 突然他的心跳加快了 脸开始红起来了 可能爱情就来了 当一个女人见到男人的时候 突然也是心跳加快了 脸也红起来了 可能爱情就来了 那只是一种邂逅嘛 他总得往前走才是真的爱情 否则永远就是邂逅 如果连这个感觉都没有的话 就不要谈爱情 好不好 你们怎么决定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加油吧 年轻人 来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 我感觉在一起真的 虽然时间不长 我也没有在你身边陪你 但是 发自我内心的 我还是特别想和你在一起 既然走到了这里 我就想对你说一句话 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都会尊重你 谢谢 其实我承认老师说得对 是我不敢 往爱情里面迈一步 我现在把事业看得太重 我也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毕竟在广州你确实是无依无靠 我不想你这么苦这么累 我也希望你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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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吧 看选择吧 请开门 请开门 来吧 意外吧 还有什么话跟她说吗 我觉得以前是我太没有勇气了 我确实像老师说得对 我其实经历的也不算多 只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很多 对 应该像爱情勇敢地慢一步 好 谢谢 请回 现在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对的 从来没有开始过 所以没有什么好忧伤的 最后的结局 论证出了一个结果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上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诗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 我和老公的感情一直不好 主要是因为他一直在骗我 骗我了太多次 每次他只要对我有一点不好 我就很生气 怕他又骗我 或是外面有其他女人了 这样我感觉过得好累 想离婚 又舍不得小孩 也舍不得他 他又跪下来求我 或是打自己的头 要我别走 我每次都会心软地留下 可这样下去 我也累也辛苦 他也累也难受 现在不知道如何 长久的信任的缺失 导致你现在过度的敏感 现在的草木皆兵 一定会演化为 未来的麻木不仁 我的建议是 不破不立 破是破掉这个不堪的婚姻 破掉你老公的侥幸心理 立是立你作为妻子的原则和尊严 立孩子的健康成长环境 我们的节目是由绵绵保湿 湿湿水嫩 伊贝斯海绵双冠名播出的药宝师 伊贝斯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的大力支持 还有请保卫战友 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 感谢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再见